大公報 開源產業續密海外收購 2015年7月18日經濟 B02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中世民、鄧耳營報導 開源產業信託01275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一明表示 公司近期成功收購開封一間酒店 對內地酒店行業前景感到樂觀 他又表示 公司將來會繼續有收購計劃 會拿緊在海外市場發展的機會 購開封酒店派息率遼升改公司近期成功收購開封一間五星級酒店 收購價較第三方估計有9.5%的借用 估計派息率可上升3.4% 而集團酒店組合總流面面積增加13.6% 被問及內地酒店業前景 張一明認為 由於行業受政策變化及經濟放緩影響 去年第一季表現最差 但近年新落成的酒店減少 加上內地旅遊業需求錄得雙位數增長 故令公過於求的情況有所改善 公司的酒店房間入住率同比提升 相信酒店業最困難的時期已過 認為酒店行業已慢慢復甦 張一明俗稱 由於現時內地酒店對提高集團的租金回報有限 反觀歐美則有不少提升回報的機會 張一明指出 在美進行借貸前回報率已可達6至8厘 而且借貸成本亦只需要約1.5厘 加上歐元回略下滑的因素 有利低價收購高回報資產 因此未來收購目標先會集中歐美市場 內地市場方面 集團仍會繼續留意市場的走勢 美加式對港樓價影響難料談及香港樓市方面 張一明認為 目前樓價由政策主導 難以預測走勢 但認為政府目前無必要再推出重招 只需密切留意市場 在樓價再大升時才出招 防止過高升幅再回落時造成大打擊 張一明又指出 近年樓價升幅是由於政策衍生 例如數年前推出的白居易計劃 令世價樓價格出現恐慌性上升 繼而出現世價樓推動整體樓價上升的情況 這與過去本港樓價升勢有高價樓大動的情況不同 政府去年減辣 則令市場以為出現政策底線 再令樓價上升 至於美國加息對香港樓價的影響 它只需視乎加息步伐及力度 預計加息幅度到達兩厘前 對樓價影響不明顯 但目前仍難以預計樓價變動